首先我们来谈谈 很多人问过老师 童子命要怎么化解 到底什么是童子命呢 这个问题我们先从网路上流传了一段的文章来说起 有一段流传关于童子命的诗句 还用文言为写成的 它是什么呢 它的内容就是讲的是 春秋饮子柜 东夏卯卫尘 金木五卯河 水火有须多 土命逢尘世 童子定不错 这个感觉很饶口 感觉说好像很有学问的讲法 它内容是什么呢 内容就是说我刚刚讲这一些春夏秋冬 你生在什么样的地支 或什么样的时间 你只要符合以上的条件 你就是童子命 也就是说 简单的把它讲的详细一点 就是春天和秋天出生的人 你的日支或者是时支 有银或者是有子 这个八支的地支 那在冬天或者是夏天出生的人 你的日支或者是时支 有银或者是成这个八支的地支的 那你或者是你命属性金 或者是木的人 他的八支的日干里面的地支 或者是石柱里面的石支 有五或者是卯这个地支的 或是命里面是属水的 或是火的人 他的日干支里面 他的地支 或是石干支里面的地支 有有或者是虚的 你这些人统统都是童子命 这个是大概是不会错的 因为童子定不错 不然就是说 或者是说 有人说命属土的人 他的里面会有成或是的 这些当然都是有一些的先生 他打开来看就说 你这童子命 所以说你要送童子 这个太糟糕了 太可怕了 童子命到底是什么样的类型 关于这个大概说明就是 只要你是童子命的 前世大概就是神明身边的小跟班 也就是仙童你知道吗 仙童 童男童女之类的 就小神仙 因为有可能你是犯错 所以说你或者是你福运已经用完了 你也没有增加什么好的一个绩效 对不对 上天讲究你的业绩 业绩没达标 对不起 请你往下走 所以说上面的神仙就把你踢来的凡肩 然后重新进行一下人间的历练 所以说上天的考核也是很严重的 如果你现在觉得你业绩压力很大 不要怕 你知道吗 上面还有给你考核 考核不过 一脚把你踢下来 再想想你有沒有觉得 其实我们老板对我们还是不错的 而这样的人通常是什么状况 就是他身体比较虚弱 或是他脾气比较溜 或者是比较的一个暴躁 或是不容易跟他讲话沟通 讲一讲他就发脾气 或者是他跟家人之间相处比较冷淡 而且他容易在18岁或在48岁前 过得会比较坎坷 这样讲起来好像大部分都同子命了 对不对 现在生活很不容易 或者是这些人他比较容易有一些灵异的感应 然后就说我感觉到这边好像是哪里怪怪的 我说我做梦 我梦到神仙 那我是不是同子命了 或者是怎么样 或者是因为他可能因为意外事故 少年夭折 或者是感情上面比较不顺利 谈着男朋友女朋友都容易分手 或者是他容易劈腿 遇到渣男跟渣女 因为本身是天上神仙 所以说你感情不顺之外 你的一些只要有性生活 你都变得运气很差 所以是说 这样子的状况 通常很多人认为说这个是同子命的特色 然后看到八字里面 你大概有大概多少分之一 算一算你大概有48分之一的机会 你就同子命 也就是说 这个有48个人里面 大概有一个人就是同子命 那么 这个既然你定的同子命 接着而来就是所谓的 你要怎么化解这个同子命 在某一些的老师的说法 就是所谓的送同子 就像老师刚刚讲到的 所以说你要把同子送走 那回天上 然后你自己就可以过得比较好了 怎么送呢 那透过这些老师的科疑或法术 来送走身上的同子 还给命主一个比较稳定 跟比较顺利的人生 而且也可以跟家人的感情比较好一点 有些妈妈不好带 或是跟妈妈容易对抢 或者是说 你未来可以拥有一些比较正常的感情生活 就谈男朋友比较不容易都要渣男 大家比较能够和睦 或是可以结婚 以后结婚 你就要生小孩 你就有性生活 有性生活之后你也不会衰 所以说办理这些送同子的仪式 那也是要收费的 价格又高有低 这个要看个别老师他们的做法 没有一定的工资 工订价 这个没有一定的 有些人说了可能几十万 可能人民币就几十万 也有了可能说几千块台币都有可能 这个没有一定的 那么做了化解同子命 或是送同子的法事 这个好运可以维持多久了 或是多久之后你会感应到 我的运气总算开始开了 那么这个就是老师今天要讲的重点了 所谓同子命 我们要从周易包含了渊海子平 第一天随 这个等等的一些专业必修的项目里面 以及过去数千年来老祖宗积攒下来的武术的法门 哪怕是明法或者是密法 老师都必须说 从这些史料来看 关于同子命的事情 怎么样去化解他 老师这边揭开一下 就是说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同子命的格局 老八字定格局通常会有所谓的官杀格 应销格 财格 食杀格 化格 从格 仪器格 这么多种格局 那格局里面还有所谓的附属格 从而格 从化格都有 这么多种格局之下 全部把它翻一遍 老师特别的重新温故知新 搞不好我记错了 对不对 你不会有人真的是所有东西都记得 所以有时候你忘记也就翻一翻也很正常 老师又不是电脑 对不对 翻一翻了 确定这边没有所谓的同子命 这些都是错的 在我们学命里 尤其是甘之八字 就是有四柱 年月日始 他有个别的甘之 特别的甘之 那么我们在学习的时候 除了认识天干跟地之 他们的特别的属性之外 我们当然还要背一些的口诀 例如什么 例如黑属守空房 木虎双独居 或者是什么 养属相逢一旦修 等等的甘之变化的口诀 他可能跟了一些你的感情 或者是跟你的一些子女 有些关系 或者是很多 很多的相处之间的问题 会有一些在里面的变化 那么 针对网路上流传的 刚才讲到这些很饶口的 这些同子命的格局 就是属于伪觉 也就是说 他是为了做生意 或是编故事 所演出来的一段文章 本身他没有理论基础 也没有化解法式的必要 这些都完全是没有的 这么说好了 如果真有同子命 我们就这样假设 老师学意不经 对不对 是老师自己没有学到 不代表他不存在 不知道他可能还是存在的 但是 如果真的是有 我们为了要让命主不深受其害 所以说我们举办了送童子的法会 那么请问一下 如果你本身的魂魄 就是这个童子从天上把他踢下来投胎的 你把童子送走了 请问你就没有魂魄了 那你怎么还活着呢 对不对 这就很奇怪 有点有点不大合逻辑了 是不是 可是那么这个部分 既然你是天上的小神仙 对不对 那你怎么样 你也是人见人爱吧 我们在庙里面看到那些 那小童子 招财童子运宝同郎 我们看而觉得他很可爱 对不对 有些人在台湾 有些大庙里面会有供奉这些小童子在门口 我们有时候有些信众 还会给他手上塞一些零食 对不对 人见人爱是不是 而且既然是神仙投胎 所谓什么 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那么怎么样 你也该生在富贵之家 享受荣华 对不对 你怎么会过得比一般百姓还要辛苦 那这个神仙做的也太奇怪了 有点不合理 对不对 就算是他福报耗尽 转身人间 那么也会比我们本身一般人带业障来的 带这些因果来的 你过得还会比较好吧 怎么会说的过得比较坎坷 所以从逻辑上童子命他的一个状态本身就是不可能说这些命格的就是小神仙的转世 就是神仙会转世 他也不会像坐火车一样或坐飞机一样都给你来固定的斑翅 为什么因为你都是固定的地支都是童子命 那么每世纪都会有神仙扳机给他降下来 让这些的神仙批量生产童子 然后全部给你遇到第四个时间来吗 对不对 大甩卖两个一百块 就是直接给你送下来 还附带电池的 所以说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 跟卖商品一样 这个是一个故事的行销 你有真金白银 我有故事诉说 那么两相齐合继而这么一回事了 但是还是有人会跟老师讲 我做了法事或是我朋友说他做了法事之后 感觉运势就好了 哎呀真神奇 这当然也是有可能的 就像老师出去跑步 最近要减肥 要出去跑步 跑了10公里之后 都觉得自己好像已经瘦了10公斤一样 感觉非常良好 这当然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只是有些老师他其实是会在算 我做完这个法事之后 你过6个月 过一年之后 你会慢慢开始顺 其实真的是做完法事之后 他开始顺 其实很明白一件事情就是 你到那个时候 你的运会比较好一点 那么你当然就开始顺 对不对 知道天时地利人和 有一个农夫 他跟巫师讲是说 我的田地怎么样都长不出来 巫师说 你过两个月再去种地 保证你开始的田里面长出来的东西 都会开始非常茂盛 因为我做了法你就可以 为什么 因为农夫问的时候是冬天 两个月之后春天开春了之后 你怎么种怎么活 不是吗 八字派八字学 命学 尤其是传统八字的 对于什么 我们古传命书中的格局 其实我们刚才讲到这么多的格局 包含刚才那个什么比肩格 十三格 他里面大部分的 那当我们在学习的时候会有一种状态 就什么样的 在学习的时候会有一种误区 叫做情识多云偶振语 什么样的 就是觉得这个古书里面定的格局 好像跟真的一样 所以说我算一算了 好像有一阵回事 是不对 但是又好像哪里说不句准 所以说我继续研究他 开始怎么 开始进入到了冥魂症 这到底要怎么样去用神 到底要怎么样去做他的喜用 或是你这个金属性的人 我要怎么去用命 这些就进入了冥魂症 就跟人家进入童子命这个思想一样 你越觉得他是有 他就越是没有 有时候就是一个变化 所以说既然是如此的 八字为什么要定这些格局 是误导人家吗 其实也不是 我们在学八字或是学命学的时候 每一种套路里面 他都是一种模组 有用 但是看不起大用 所以说后面的后起之秀 才会在除了刚才格局派之后 还会研究出什么 纳因派 神煞派 喜用神派 等等之类的延伸 他是各有所长 越年轻的后起之秀 有的更不拘一格 可以研究出更有意识的推算之法 这代表什么 代表玄学 他是一个高等科学 这样子我们在运算命运的时候 就是一个时空的分析师 就像研究日月星辰 看好像研究这个星辰 星星怎么跑 好像没有什么用 但是你一知道星星怎么跑 就可以观察到我们的什么 潮汐的涨退 或者是日升日落的时间 这跟我们的温度以及气候都有息息相关 所以一为全全为一 如是而已 我们本来都跟彼此都是息息相关 但是也可以说是毫无关系 端看我们用什么样的角度去看我们自己的人生 童子命本来就是不存在的 各位要记得这件事情 千万不要因为自己遇到一点不顺 然后就去算命 然后越算自己越模糊 好像确定自己是哪一种命格 老师在推算我们的流点总论的时候 会给各位一个生命的原型 是告诉你 你要怎么样可以给自己一个思考的方向 但是他是不是绝对的 你这个命可能就是什么原野之水 代表你这个容易什么没有组件 那么你要怎么坚定你的组件 而不是说所以我既然没组件 那么我就随波逐流对不对 或者是我就得一天过一天 是这样子 命学是为了让你过得更好 怎么样运用你自己 是给你一个人生操作自己的说明书 而不是叫你去认命 好吧 好吧 我们第一段先这边看看各位有什么问题